大威德天天晨曝 2024年7月11号周四 长春藤100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大威德登山队本周本地出级剑奏活动 阴天气原因暂停一次 提醒小伙伴们注意防暑降温 再次提醒住在低洼地带的小伙伴们 今天就在住家附近的社区 寻找较高的紧急撤离地点 海啸发生时有地方跑 今天早上温哥华岛外海发生6.4级地震 幸亏这回没有引发海啸 加拿大地震局进入的强度是6.1级 美国地质调查局从最初的6.6级修正到6.4级 BC省外海的太平洋板块与大陆板块不断摩擦 该地区上周刚刚发生一次5.7级地震 今天早晨8点8分 距离温哥华岛特菲诺斯以西209公里处 发生的这个地震 处于索旺克断裂带和努特卡断裂带的交汇处 预计耗资100个亿的污水处理厂项目终于浮出水面 温哥华都会区的委员会将在7月26号表决 这个污水处理厂位于列治文市飞沙河出海口的爱欧纳小岛上 重建工程目前只收到一个承包商竞标 标的100亿加刀 工程包括重建污水处理厂的初步设计 估算建设和运营成本 测试新技术 争取以最小成本分阶段建设等 据央视网报道7月11日 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发布 系统介绍中国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的政策理念 统筹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系统开展海洋生态环境治理 提升海洋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 长春堂100教育 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力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